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呢 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dropout 并且在上节课的末尾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关于我们初始化权重的和正态分布的问题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接着来说这个初始化权重的一个问题 上节课的正态分布 我们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节目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正态分布 因为我们非常有必要知道 什么是一个正态分布以及它的性质 来通过它了解我们如何更好的初始化权重和这个bias 就是偏向 这正态分布呢其实是统计学里面的一个概念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呢我们平时日常所谈的这个智商 这个智商的分布 它就符合一个正态分布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数据 很多数据的分布都属于正态分布 那到底怎么样叫正态分布呢 就是正态分布它的数据 在横轴上呢我们假设表示这个数据的值 在这个纵轴上呢假设我们表示这个数据 它在全体数据里面的 这样的比例是有多少 那么我们通常正态分布呈现的一个曲线的形状呢 就像一个bell这样一个中型的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它满足哪些性质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比如说吧我们平时给大家说谈到智商 智商其实是一个按照正态分布来定义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智商呢它是符合这个平均值为100 然后呢这个方差就是标准差啊标准差不是方差 方差是标准差的平方就标准差等于15 这样一个分布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很多人智商 从最低到0到最高无限高不等 但是绝大部分人的智商都在100左右来分布 那我们是一样怎么样一个比例呢 就这样说就比如说 我们100也就是我们的均值分别加减一个这个标准差 也就是85到115之间呢这个智商 就是智商为85到115之间的人呢 占所有人群的比例的68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橙色的这个区域啊 这是属于正态分布的一个标准性质 也就是平均值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 我们的这个人群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面积 占这个整个曲线下的面积的68 这是我们正态分布的第一个性质 那第二个性质呢就是说我们假设啊 我们给这个均值分别加减两个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差 那么也就是说减两个标准差的话就是100减去15再减15是吧 就是70 然后呢我们要加两个标准差的话就是到130 那么从70到130智商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的智商分布在这个70到130之间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是95% 那么如果我们再多一个上下多一个标准差 就是说从55到145之间的智商的人 他这个两个值之间呢其实要包含99%的人的所有人群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这个正态分布的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一旦知道某一个范围 我们就知道它两个范围之间的这个数据占所有数据的百分之多少啊 然后呢我们那个自然界中很多的数据都是服从这个正态分布的 那么什么叫标准正态分布呢 标准正态分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正态分布刚好它的均值等于0 它方差等于1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标准正态分布啊 这个标准正态分布其实是正态分布的一个特殊形式 我们也可以把正态分布转化为这个标准正态分布 好但是正态分布呢它其实是满足一些这个性质的啊 我们后面会提到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均值和标准差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吧 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了均值和标准差那它们到底是怎么计算呢 均值是这样比较简单大家可能都理解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英文叫mean或者average 我们假如说用x bar来表示它的话就是x上面一个小横杠 那么它其实简单就等于说我们如果有一组数据 x1 x2一直到xn的话我们把这组数据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n就是除以总共多少个数是吧 就是一组数据它是一组数据的一个中心趋势的一个衡量 那这就是标准就是这个均值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是吧 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么下一个概念叫做标准差标准差英文叫做standard division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衡量这个数据它的扩散性 就是它分散性的一个衡量 我们英文中假如是用sigma这个符号来表示标准差的话 它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是这样就是说 首先我们算出来这个均值对不对就上面我们这个x bar 在均值算出来之后呢我们用每一个x每一个单独的值 xi减去均值是吧我们求出来这个差之后呢我们平方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平方加起来 我们再除以一共有多少个数减1 然后再开方这个square root sqrt指的是开方 那这样就是我们一个标准差的这样一个计算公式 也就是衡量了我们这个数据的离散度有多少 如果两组数据它的均值一样 但是标准差不一样的话呢 那就是说标准差比较大的这一组数据它更加分散 标准差比较小的数据更加集中 好那我们先来用一组数来看下这个例子啊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一组数啊 它叫就是一个向量x它里面包含了五个数是吧 x1 x2 x3 x4 x5啊 然后呢我们分别等于12345这五个值 那我们算均值的话当然很容易算是吧 我们把所有值加起来除以总数就行了 就1加2加3加4加5 然后除以5等于15除以5等于3 然后呢我们这个要算标准差怎么算呢 也就是说我们用每一个数是吧 减去它的均值 也就是看到我们这个1是吧 第一个数减去3 然后给它这个差平方 2-3之间的这个差平方是吧 然后第三个数3-3的平方 然后加上4-3的平方 加上第五个数5-3的平方是吧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核呢 再除以一个总数有多少个数 有五个数是吧 5-1 n-1 然后我们再开方 所以我们等于这个面的核 不是等于4加1加1加4吧 除以4等于2.5 也就是2.5的开方等于1.58 所以我们这组数算出来的方差就等于1.58 算的这个标准差就等于1.58 然后我们的平方呢 其实它和标准差的关系就是 这个方差呢 它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所以我们的方差就等于2.5 那希望通过这两个例子 大家对这个正态分布的基本概念 还有这个均值和这个标准差方差有个基本了解 为什么刚才介绍这个呢 因为下面我们就要用到它的性质 好我们假设看一下 我们假设有一个这个神经网络 只有两个我们只看两层啊 相应的两层 然后我们输入假设是x 这个x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输入的神经元上呢 它有一半的x值都是0 另外一半是1 假设说我们这个输入层 一共有1000个神经元啊 一共1000个神经元 那么我们利用之前学到了这个 z就是加权求和的两个公式是吧 就是通过每一个神经元 它的输入值乘以对应的权重求和之后 我们再加上这个bia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一半这个输入是0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管乘以这个权重是多少 都等于0 然后那个剩下呢 我们这个一半的有500个神经元呢 它是1是吧 然后呢 假设我们的权重就都等于1是吧 那么我们500个1是吧 再加上个b 然后呢一共是501是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在以前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正态分布来 从这个正态分布里面 以这个均值为0是吧 标准差为1的这个情况下呢 那我们这个算出来这个标准差就等于 就是501的这个开方就等于22.4啊 我们z值呢 它的这个分布呢 就来源于这个方差为 标准差为22.4的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问题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这样我们看下面这个一个图像 就是我们画出来一个 模拟出来的一个 以0为均值 以22.4为这个标准差的一个正态分布的图像啊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图像上呢 是不是绝大部分的数都在远远大于1 或者远远小于-1呢 因为我们标准差非常大是22.4啊 我们看到 所以大部分的数呢都在 比较比如说-10或-20 然后-5-10-20的范围 我们在这个-1到1之间就很少一部分数是吧 就是大很多z都会远远大于1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0到10是这么多是吧 我们1可能在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很多的z呢 可能都会大于1或者小于-1 那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想一想 我们再算出来z值这个中间变量之后 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 运算算出下一个神经元的值 也就是我们要给z来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运算 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个方程之前我们跟大家看过很多遍了 它的这个函数图像是这样的是吧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0和0.5这个点 我们想一下 当我们的这个z非常大 远远大于这个1或者-1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图像是不是它的值在大分都接近1和0之间 我们想一下 这个横轴是z值是吧 这个纵轴是sigmoid function它的值 那么当我们的z 我们看这个函数里面 它z很多都是非常大的或者非常小 是吧 很多都大于1或者小于-1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大于1之后 我们的函数图像是不 很多都接近这个1 当我们小于-1 很多的原来小于-1的时候 我们图像接近于0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们输出的值都接近于0和1 那么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权重变化时 它更新的量很小 对不对 因为我们想一下 当我们这个输出的值接近01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给它 我们更新的时候 都要对它求偏导 对不对 那这个求偏导的话 在这个几何学上的意义 也就是对它求切线它的斜率 那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接近0和1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图像变得非常平缓 那我们如果求切线斜率的话 它的绝对值非常非常小 是不是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权重和偏向的更新 是不是更新量就很小 所以我们学习的效率很慢 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所以说我们之前的这种初始化 权重和偏向的这种方法 不是一种最合理的方法 那它的问题就是 它是已经藏层饱和了 也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输出层饱和的问题相似 但有个问题 之前我们说的 如果对输出层 一个神级网络里面的输出层 如果它饱和的话 我们可以改进这个cost函数 对吧 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 cross entropy 这个概念 那这种cost呢 它就可以防止 我们这个学习比较慢 但是我们如果在隐藏层 还没到输出层的时候 在我们的隐藏层 就发现这种 学习很慢的问题 我们是无法通过这个改变cost函数 来改进的是吧 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产生了 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更好的方法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我们可以来使用 来初始化权重呢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 这样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还是从正态分布中 来随机的产生这个 初始化权重 但是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是从这个均值为0 这个标准差等于1 除以N是吧 那等于标准差 我们之前是这个 正态分布均值等于0 标准差等于1的情况下 给大家来随机来产生这个权重 是吧 但我们现在改成这样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正态分布均值 还是让它等于0 但是呢我们要让它标准差等于1 除以这个N是什么意思 就是输入层的神经元个数 它的开方 它1除以输入层神经元个数的开方 为标准差 在这样一个正态分布中来产生 随机产生 我们看到 等于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差的值 比以前的这个1要小很多 是吧 因为这个1要除以这样一个大于1的数 那我们想一下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我给大家举例子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种方法的好处 也就是说 还是 比如说我们之前 重复就是500个1 500个0 作为输入层 是吧 我们其实这时候呢 z分布的标准差 其实变成了 2分之3的 这个开方等于1.22了 我们之前看到我们这个标准差是非常大的 我们是等于22.4是吧 是501的开方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通过这个初始 标准差等于 原始的这个 输出输入层的神经元个数的开方 通过标准差调整成这么小之后 我们z的分布的标准差 就变成了这个2分之3的开方呢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标准差 如果等于1除以 输入层的这个开方的话 那方差等于多少呢 这个我们可以很好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退出来是吧 因为方差其实就等于标准差的平方嘛 那么方差就等于 前面这个数的平方 那就是1除以把这个开根号 这个符号消掉了 就等于1除以 这个输入神经元的个数 就是n in是吧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这个n in啊 等于1000 那方差是等于1除以1000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算z的公式 算中间变量这个z的公式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加全求和 然后加b嘛 那么所有不等于0的x500个 等于0的我们就等于说 不贡献这个z是吧 那么z的方差是不等于 500乘以以前每一个单独的z是吧 因为我们z是一个求和嘛 那么等于0的那些x我们就不算进去了 因为乘起来就等于0 那么等于1的这些呢 等于说这个z它是个总和 那它就等于500个 它的这个z的方差呢 它就等于这个500个 这个x 这个w它的方差是吧 然后呢 每一个w的方差 我们刚才算出来是1除1000是吧 所以这时候就是500乘以1除1000 500乘以1000分之1 还有加上一个b的方差是吧 b的方差它是这个1 所以就2分之1加1 就是2分之3 所以如果它的方 这个标准方差是2分之3的话呢 我标准差是变成了这个2分之3的开方 好 那么这样我们z的方差大大减小之后 有什么好的性质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正态分布的这个曲线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标准差变成了2分之3的开方 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那我们这样一看 在这个正态分布 是不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数都在这个1和-1之间 我们看它变得这个非常细长 非常瘦这个正态分布 因为标准差变得非常小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这个z值大部分都在-1和1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元并没有饱和 然后我们学习的数据不会被减慢 对不对 我们看如果z在-1和1之间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算sigmoid 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函数值都在这部分变化 所以它的这个斜率仍然是很大 它切线的斜率仍然是很大 那么我们学习的过程就不会湿井藏层饱和 从而呢我们的学习的这个速度不会减慢啊 所以大家看到从这节课我们发现通过改变我们之前初始化这个w和b的一个方法 我们是克服了之前学习慢的问题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就看一些具体python代码的实例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在这里 下节课再见